近期疫情严峻为了感谢吉安乡的疫警协情人员 期间为民服务的辛劳吉安乡长游淑珍 今年特别以简单的仪式资政慰问金给花莲县的义勇大队 吉安疫警队也祝福协情的兄弟姐妹们端午佳节快乐 为了感谢吉安乡疫警协情人员在治安交通与为民服务协力工作的辛劳 吉安乡长游淑珍特别在端午节前夕 与公所门前办理感恩颁证典礼 最正慰问金给花莲县疫情大队 吉安疫情第二第二中队以及吉安女疫情中队 感谢我们乡长游淑珍 吉安乡长游淑珍代表会 吉安代表会 秋美云主席 黄金花副主席及所有的代表 很支持我们这个疫情 在我们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发放那个礼券给我们的疫情 鼓励我们的疫情 在我们疫情协情单位 在我们乡长的带领之下 绝对会密切配合各吉安乡所属的所有派出所的协情名利 包括交通指挥 交通指挥还有一些警察的勤务协助警察 然后在防疫期间 或者是有重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疫情能够在乡长带领之下 原本的完成任务 过去在吉安能够平安乐活 都要谢谢我们的协情名利 我们的疫情巡守 民防跟我们各级的基层的伙伴来做协力 那从去年开始我们谢谢代表会支持 让我们编练了感谢过节的这样的一个协情名利的预算 那在今年端午节前夕 也特别谢谢我们的疫情兄弟姐妹们 为我们开启整个交通维安 还有地方社区协情跟我们交通警力的这样的一个协力工作 在我们的吉安能够有这样的适性安全平安交通网的一个顺畅 尤其在防疫期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呼吁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跟我们协情名利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也要注意到防疫的安全 更要透过我们代表会跟吉安相公所的祝福 祝福大家能够顺利平安 这个佳节愉快 今年准备全新的新超微温金 取代去年发放礼券的方式 方便疫情们消费使用 并呼吁商亲及邪情名利疫情人员 随时注意防疫及自身安全 记者长邦彦 吉安相报导